你知道游戏王中时代为何会黑化变成霸王时代吗 所谓黑化强十倍 喜白若三分 再加上拥有能融合13个次元的Block及魔法卡超融合 霸王之强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单单是身上散发的霸气就足以让所有决斗者提不起反抗之心 最后若非赔上了吉姆和王祖兰两条性命 想要打败霸王是绝无可能的 为了救出约翰 主角团硬闯一次元空间 而悲剧也就此产生 每一场排局都是黑暗游戏 生命之归零石就是玩家死亡的时刻 在承受着巨大风险打败了暗黑界的骑士组尔后 从其身上掉落了五颗灰色珠子 分别代表着人类内心最深处的五种负面情绪 这五种情绪分别进入了五明珠队友的体内 让他们从此对时代充满了憎恨怀疑与暴念 在时代不断舍命战斗的过程中 这五明珠队友不仅没帮上一点毛 除了那驼降外其他人还被抓为了人质 导致时代在与狂亡贝隆的战斗中进退两难 游戏王中最令人绝望的一场决斗就此展开 歪头贝隆拿下先攻 起手召唤暗黑界的猎人布劳 再来一张永续魔法卡邪心教典 这张空白卡有着无与伦比的能力 当吸收完猪队友的五种负面情绪后 就会诞生最强融合卡超融合 而这几个人也被推上了高台成为带崽的羔羊 时代的回合 攻击表示召唤闪电侠 一招闪电冲击灭了猎人布劳 稍微让贝隆吃了点苦头 不料在这个瞬间 邪心教典上将写上怒字 对应的就是万丈目的愤怒情绪 万丈目一醒过来就对时代来了一波嘴顿输出 将他此前的所有行为骂了个狗血灵头 垃圾丸一直顾着自己打牌 救人完全不理会同伴的死 等等 咱就说不是你们硬要跟来帮忙的吗 现在喷的是什么范子 万丈目骂完之后 愤怒情绪被抽出进入邪心教典 教典自此完成了五分之一 而万丈目也就此死在了一世间 贝隆已经笑出了猪叫声 只要时代让他受到伤害 教典上就能增加一条人命 你知道在战斗过程中 队友疯狂吐槽自己会令人多么绝望吗 善良的时代陷入了两难境地 打的话队友会死 不打的话自己会死 更别提还要就约翰了 看着对手已经失去了斗志 贝隆提前帮时代结束了回合自己抽卡 召唤暗黑界的骑士祖尔 这玩意刚刚才被时代打败 现在就成为了怪兽 带着仇恨祖尔一键扛了闪电侠 时代已经不懂操作了 那边的猪队友还在持续喷吞 让时代内心犹如被千刀万剐痛的不行 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害了队友 无解的局面看得人揪心 贝隆再盖上两张卡结束回合 时代强忍着痛苦抽卡 是奥特曼 守备表示召唤一霞 堂堂战士竟然一味地防守 让观众里大声嘲讽 贝隆笑疯了 打开永续陷阱卡半边黑暗 通过将低祖尔一半攻击力后 在对手场上特召两只眼生物 为了强迫时代战斗 贝隆又打开了第二张陷阱卡暗黑舞斗会 强行将羽翼侠改成攻击表示 战斗在起 在陷阱卡的效果下 怪兽不会被战斗破坏 紧随其后两个眼生物也袭击了祖尔 连续三波进攻削减了贝隆三百点生命值 借由伤害邪心叫点的效果发动 曾字卡 苦字卡和卑字卡全部生效 代表着憎恨的剑山嘴里满是国粹 临死前把时代骂得失去了最后一丝信心 不胜吹雪紧接着开始抱怨 就连明日香也觉得自己被时代出卖 一句句话化为尖刀刺痛时代的内心 三种情绪达到临界点后纷纷飞起 先后顿入邪心叫点之中 三个人也就此死在了一世界 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时代即将崩溃 这一切都非他所愿 邪心叫点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 时机即将成熟 还差最后那拖小 而他也正好送上门来 贝隆的回合 这家伙竟然想要强行激发邪心叫点的能力 让超融合诞生 不料还差一种情绪诞生失败 既然如此那就使用邪心叫点的另一个效果 将叫点和目的里所有的邪心叫一卡除外 召唤超融合的供给之一 暗黑界的魔神雷恩 挥手发起进攻 一招魔神灭纱布破坏云一霞 难搞 贝隆将足而改成守备表示 最后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时代的回合 随着队友的祭天他已经无所顾忌了 今天就算是死也要拉贝隆下手 将两只衍生物作为祭品 上级召唤奥特曼 搭配永续魔法魂之共用 特召天空蜂鸟 用两个怪进行接触融合 融合召唤天空心语霞 发动效果 当自己的生命值比对手低时 双方的数字差额可以增加到天空心语霞身上 即将黑化的时代发起了进攻 所谓的魔神也不过如此 贝隆老贼你等着被虐了 再来一张速攻魔法接触解除 将天空心语霞分裂成两个怪 继续发起进攻 祖尔被奥特曼粉碎 还没完 天空蜂鸟直接给予玩家伤害 贝隆生命值还有1500点 根据天空蜂鸟的效果 时代生命值恢复到3300 不料那老贼被打后愈发兴奋 发动陷阱卡复仇之魂 将这个回合被破坏的魔神雷恩返回手牌 抽卡 发动魔法卡暗黑借路 从卡族里把一只暗黑借的怪兽加入手牌 之后将其送幕 被送幕的赛鲁利会特召到对手场上 贝隆此举自然不是好心 这个怪还有另一个效果 被特召时玩家要舍弃一张手牌 魔神雷恩由于对手怪兽的效果 被送幕时可以特召上场 发动雷恩的另一个效果 破坏对手场上所有的怪兽或者魔法陷阱卡 接着是雷恩对玩家的直接输出 一波骚操作下来时代瞬间落了下风 最后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你以为这就能让时代屈服吗 不 与他心中的痛比起来 小小伤害根本不算什么 用自己队友的死换来的魔物 今天别想他会放魔 抽卡 戴上美瞳的时代如同开启了狂暴 魔法卡超越灵魂 特召星雨霞 搭配装备魔法袭击装甲 提升星雨霞300点攻 今天他要毁灭 毁灭一切感动他身边好友的人货魔物 挥手进攻 骂打骂打 解除掉装备卡 根据其效果 星雨霞可以再进行二次进攻 打开速攻魔法连接暗黑借的结界同堡 从墓地里复活雷恩 双方同归于尽 时代发动速攻魔法阵魂之决斗 刚刚因战斗被破坏的怪兽可以特召回来 嚣张了一整局的贝隆终于慌了 在使用了魔法卡结界通道的回合 他无法特召怪兽 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 特召星雨霞 一拳结束战斗 就算如此时代依旧不解气 贝隆这个混蛋临死前还要欺骗时代约翰已经死了 约翰的死让时代内心的愧疚感也到了临界点 本来一切就此结束时代还不至于失去理智 错就错在那坨降这个时候走了出来 有事就喊大哥 没事就叫时代 本来大家都好好的 都怪时代所有人才会死 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蛋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害死所有人 想了一番挖苦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这时未完成的超融合卡掉落在时代面前 捡起卡片的瞬间他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另一个声音在心中响起 想要打败邪恶就必须使用邪恶之力 弱肉强食的世界唯有以暴之暴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 霸王蛊惑着时代以所有反叛的精灵的灵魂来完成这张超融合卡 届时他将拥有最强大最邪恶的力量 从这一刻起天真烂漫的时代黑化成为霸王时代 统治千万霸王军强制镇压了整个一世纪 整个世界陷入了恐怖的战乱当中 没有人能逃离霸王的魔爪 数万决斗者被抓到霸王城中成为超融合卡的祭品 亲眼目睹悲剧发生的吉姆和王祖兰怒不可遏 本是来解救时代的二人决定挑战霸王 不料当面罩被推起的瞬间 他们才愕然发现霸王竟然就是时代 还为动手霸王身边的五人中一个闪现就制服了吉姆 另一边的王祖兰也被一把利剑架在肩上 没想到霸王军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 面对吉姆的质问与怒合 霸王面无表情转身就走 临死之际还是王祖兰靠谱 以一只火属性怪兽暂时牵制注重魔材带走的吉姆 不过二人并未走远 而是绕了一圈后迂回霸王城准备唤醒时代的灵魂 这才是真队友啊 这一次吉姆以决斗者的身份向霸王发起决斗挑战 于是排局开始搞起 霸王的恐怖也第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还为动手强大的威压就震慑的对手无法动弹 生命之四千 吉姆拿下先弓 守备表示召唤贝壳骑士 这个怪召唤成功时给予对手500点伤害 开局就完削削套路 霸王却是无动于衷 吉姆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发动恶魔族专用的黑暗融合 将手牌里的劳魔羽翼霞和暴炎女郎进行黑暗融合 召唤邪心英雄炎玉一魔 挥手发起进攻 在这个瞬间吉姆打开盖卡炸裂装甲 破坏掉攻击怪兽 天真 炎玉一魔本回合不会被魔法陷阱卡破坏 吉姆冷不丁吃了个大亏 明明是守备表示还有伤害 说明邪心英雄拥有贯穿能力 不仅如此 被炎玉一魔破坏的怪兽的攻击力或者守卫力 玩家可以选择高的一方给予对手直接伤害 简直离谱 一个简单融合出来的怪兽就有三个效果 强如吉姆都如此不堪一击 就在这时他始终绑着眼睛的绷带脱落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露出了他那只奥利哈刚之眼 这只眼自小在一场意外后就伴随着他 为了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完成宿命解救自己重要的朋友 抬头吸收流星的力量 眼睛骤然绽放星红血光 借助奥利哈刚之力 吉姆和王祖兰强行进入了时代的内心 眼前跪在地上的就是陷入自我怀疑的时代 骚年嘴里一直泥南着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 那些曾经与之战斗过的人一遍遍地用言语摧毁着时代的心理 这才导致了霸王的邪念能趁虚而入 吉姆只来得及匆匆鼓励了一句时代后就被踢出了心灵深处 看来想要解决问题还是只能靠打牌了 吉姆的回合 来一张化石融合 将墓地里的贝壳骑士和霸王墓地里的暴炎女郎除外 融合召唤新生代化石骑士骷髅士兵 接着支付一半的生命值 发动魔法卡时光长河 将骷髅士兵净化成终生代化石骑士骷髅士 为了让时代重获自我 吉姆今天拼爱 命令骷髅士砍了炎一魔 霸王再次掉血 还没完 发动第三张魔法卡一半生命 将炎玉异魔的攻击力减半 然后再拉回来场上 搭配骷髅骑士的效果能力 对方场上存在怪兽时可以继续进攻 连续两波强势输出 把霸王的生命值削减到了1850点 霸王要动真格了 抽卡 魔法卡超越灵魂 复活目的里的羽翼霞 将其作为祭品 召唤邪新英雄恶刃侠 这个怪在对方场上存在怪兽时可以减少一只祭品 厄刃侠一上来就涂了骷髅骑士 吉姆的血条快要扛不住了 霸王的压迫感愈发强大 就连身为雇佣兵几进战场的王祖兰都感到恐惧 吉姆的回合 在救出时代之前他绝不会放弃 发动场地魔法圣地之守护结界 接着召唤鸟鲁鲁的守护者 搭配场地效果 当炎士族怪兽被召唤时可以张开防御结界 结界可以抵御一次破坏 霸王的回合 命令厄刃侠继续发起进攻 虽然在杰杰的守护下怪兽不会被破坏 但是邪星英雄的贯穿能力还是给出了伤害 但这就想让吉姆屈服吗 休想 今天他是要唤醒时代 抽卡 带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王祖兰也看出来了 与霸王进行决斗需要消耗巨量的体力 在恐怖的压迫感之下 很少有决斗者能撑到最后 霸王的回合 召唤邪星英雄地狱联魔 揮手命令恶刃侠率先开团 鸟鲁鲁的守护者自此也被破坏掉 奇姆的生命值到了极限的150点 只要地狱联魔进攻就结束了 情急时刻永续陷阱卡打开 各召陷阱怪兽守护精灵吴鲁鲁鲁 这张卡是当墓地里存在鸟鲁鲁时才能发动的陷阱卡 守备力虽然高于对手的攻击力 无奈霸王还要发动地狱联魔的效果 将地狱联魔送去两个回合后的未来 然后恶刃魔这个回合可以再进攻一次 一波伤害下来生命值剩下50点 完蛋 霸王如此强大这怎么打 奇姆强撑着又爬了起来 张开双手利用奥利哈刚之眼再次吸收流星的力量 无奈奥利哈刚之力始终无法传送到时代难 只能说霸王实在太过强悍 唯有打败此人才有机会救出时代 发动魔法卡画式锤 破坏对方场上等级最高的怪兽 然后霸王可以选择目的中一只等级低于恶刃魔的怪兽 以攻击表示特赵上场 奇姆继续操作 召唤画式恐龙肿头龙 新怪兽再次获得场地魔法的守护之力 挥手发起强攻 一头撞碎羽翼侠 好家伙 奇姆的坚韧和毅力让那些猪队友显得犹如废物 发动肿头龙的效果 这个怪攻击后会变成守备宝石 然后在对手的回合结束前 把刚刚破坏的羽翼侠的守备力增加到自己身上 霸王的回合 发动黑暗融合 将手牌里的闪电侠和黏土侠融合 召唤邪星英雄闪电巨魔 发动效果 一回合一次破坏一只怪兽 还好吉姆这边有结界的保护 否则真就结束了 接着是闪电巨魔的攻击 肿头龙依旧撑不过这个回合 吉姆的回合 发动魔法卡奇迹的穿口 从卡组里选择一只岩石族怪兽送目 洗牌 然后抽一张卡 就如同这张卡的名字一样 他要穿透时代的内心将其救出 无疑是要来一发神抽了 好家伙 一发抽卡竟然引起了坍塌 把墓地里的骷髅士兵和骷髅骑士除外 召唤地球巨人盖亚师版 巨魔一半攻击力 擎天巨拳斜裂裹着无上蛮力轰下 将霸王的生命值也削减到了50点 属实精彩 吉姆的实力令人惊叹 趁这个机会 吉姆再次运起奥利哈刚之力呼唤时代 这一次骚年终于有了反应 轮到霸王的回合 两个回合过去地狱联魔重新回到场上 将一张手牌送目 霸王出全力了 王祖狼人傻啊 霸王没有手牌场上也没有足够的融合怪兽 你是想融合空气吗 天真 超融合的能力又岂是寻常人能理解 吉姆场上的盖亚石板被强行夺走 这张卡能将自己的怪兽和场上任何卡片融合 在这股力量之下 任何决斗者都无法反抗 黑暗盖亚的攻击力 是由融合素材的攻击力合计来算的 4400弓足以让场上没有卡片的吉姆绝望 临死之际鳄与卡莲不愿独生 冲过来与吉姆共生死 结束了 再一次元打牌输了的结局就是死 吉姆最后将拯救时代的愿景交接到了王祖兰身上 无奈王祖兰早已吓破弹 捡起地上的奥利哈刚之眼 面对霸王的质问 王祖兰是提不起一丝反抗的念头 霸王之强已经成为了他的新年 这家伙转身就狼狈地逃跑了 霸王对丧家犬没有半点兴趣 也就没有赶尽杀绝 恐惧乃是人之常情 就连经历过无数灾难的雇佣兵也无法信任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王祖兰都处于惊苦失措的状态 但是在见识了异世界的民间疾苦 与霸王军的残暴横行后 王祖兰还是义不容辞站了出来 在打败了五人众之一的骷髅主教之后 王祖兰也得知了霸王要清朝出军的意图 再步行动恐有巨点 于是偶遇了艾德和凯撒后 三人一同前往霸王城阻止霸王 另一边 千万霸王军已经集结完毕 这一次霸王要灭杀所有反叛的生命 王祖兰三人伪装成骷髅主教的模样 潜入了霸王城 不料被机灵的五人众看出了端倪 双方的冲突一触即发 凯撒和艾德二人挡住了对手 为王祖兰创造机会找到霸王 为了就回时代王祖兰再无迟疑地出手了 打牌继续搞起 王祖兰拿下先攻 带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卡守了吗 霸王的回合 这家伙同样从不洗牌 起手就是一张黑暗融合 将手牌里的羽翼霞和荒野霞进行黑暗融合 融合召唤荒野蜂魔 直接发起进攻 恐怖地封住席卷而起 在这个瞬间王祖兰想要打开陷阱卡 不料霸王面无表情地表示 荒野蜂魔攻击式魔法陷阱卡都无法发动 王祖兰神色大惊 这霸王是真的强 开局就吃了1900点伤害 而且荒野蜂魔通过战斗给予玩家伤害时 可以破坏对手场上所有盖服的卡片 打不过的王祖兰还想通过嘴盾输出来打败霸王 但是在打牌世界除了用排击说话外 其他语言都没有用处 抽卡 守备表示召唤火山利刃 发动效果给予玩家500点伤害 小小伤害霸王还不放在眼里 王祖兰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霸王的回合 小手一点命令荒野蜂魔攻击 火山利刃压根扛不住输出 霸王再盖一张卡结束回合 王祖兰的回合 发动永续魔法卡火焰加农 将其送命 来发动火焰加农三叉几时 通过将手牌里的岩属性怪兽火山重锤送命 就能破坏对手一只怪兽并给予500点伤害 使用这个效果后本回合不能进攻 搭配魔法卡火焰召唤 从手牌里把一只岩属性怪兽送命 来特照刚刚送目的火山重锤 发动效果 几方目的里每存在一只名字带有火山自断的怪兽 就给予对方200点伤害 好骚气的消穴套路 轮到霸王岸 来一张魔法卡黑暗神杖 通过将目的里的黑暗融合除外来进行黑暗融合 将手牌中的暴掩女王和目的里的黏土侠除外 黑暗融合召唤邪星英雄地狱居魔 这个怪正面守备表示时 可以给予对手1000点伤害 而且不会被魔法卡的效果破坏的 王祖兰大喊耍赖皮 这个怪完全是针对三叉几十现硬的 还剩1100点生命值莫荒 就在这时吉姆留下来的奥利哈刚之眼再次亮起 通过眼睛看到了王祖兰此前不知道的时代内心 霸王就是他自我封闭的坏人 只要打败他时代就能重获身体的控制权 打牌吧 将三叉几十送目 召唤火山恶魔 3000点弓属于顶级强怪 挥手发起强弓 一招灭了地狱居魔 还没完 接着是火山重锤对玩家的直接输出 难以置信 霸王仁不丁生命值被削减到了200度 不料这家伙竟然笑了 霸王要出全力了 特召怪兽地狱之血 将其作为祭品 上级召唤恶刃魔 同时由于刚刚送幕的地狱之血的效果 抽一张卡 搭配装备魔法卡恶意之爪 提升恶刃魔300点攻 而且当装备怪兽被战斗破坏时 可以让破坏无效 这张装备卡也会返回手牌中 恶刃魔的利刃挥向了火山重锤 王祖兰大喊你中锤了 发动火山重锤的效果 把攻击对象改成几方场上的火山恶魔 一发反击输出直接给霸王锁起 莫非王祖兰今天真能打败霸王不成 天真 恶意之爪保住了恶刃魔不被破坏 同时可以破坏掉刚刚没有战斗的火山重锤 并给予玩家600点伤害 好家伙 你刚刚念了那么久的效果 这个关键的却没有说出来 恶意之爪还有DN的效果 在对方场上特召一只2500弓的邪心衔生物 搭配永续陷阱卡邪心冲击 这张卡可以成为衍生物的装备卡 让其攻击力再提升500点 坏处是对手的每个准备阶段 就要扣减500点生命值 王祖兰生命值正好只剩下500点 打败对手赶来的爱德和地狱凯撒 都看出了排局只剩一个回合 那边霸王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这时发生了一件乌龙事件 王祖兰此前让三只小精灵去寻找约翰 还活着的证据 不料这三个不靠谱的家伙 遇到了更不靠谱的扰乱皇 他们问扰乱皇是否见过约翰 扰乱皇为了在美女面前吹牛说他见人 于是三个精灵就以为约翰被找到了 让前往霸王城的扰乱皇 把约翰还活着的消息告诉王祖兰 一圈下来约翰没有露过一次脸 就被说成了还活着 现在扰乱皇把这个消息又告诉了王祖兰 妥妥的大乌龙啊 兴奋的王祖兰又用这个消息来刺激时代 果然这个消息有用 时代在霸王内心开始动摇了 但想要就此唤醒时代还不够力量 在吉姆灵魂的陪同下抽卡 友情羁绊给予了王祖兰信心 打开速攻魔法火焰旋风 通过将手牌里的岩属性怪兽送命 根据送目的数量来破坏对手的魔法陷阱卡 邪星冲击被破坏后消穴效果就消失了 接着命令火山恶魔攻击恶刃魔 没用的 打开速攻魔法超融合 舍弃一张手牌到墓地 将恶刃魔和邪星衍生物融合在一起 融合召唤疾恶魔王 不 霸王神色第一次产生了变化 只见王祖兰竟然冲过来攻击玩家 发动墓地里的火山反击兽的效果 将自己受到的伤害同样给予对手一份 也就是说双方同归于尽 奥利哈当之眼带着吉姆和王祖兰的信念进入时代的内心 经历了长时间的自闭之后 时代终于要回归了 在异世界生命值归零的结局就是死亡 王祖兰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同被带走的还有霸王 虽然霸王主宰的时代并不长 但这段故事属实精彩